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菜 这个菜是泰式辣酱鸡丸骨 先把鸡丸骨清洁 然后加入调味料 盐 糖 糖 黑胡椒粉 加上绍兴酒 酒的作用是帮鸡丸骨披走腥味 煮起来更香 接着可以把调味料全混合 记住鸡丸骨因为形状不平均 所以拌的时间要拌久一点 拌均匀之后就将它叶逼一个小时 腌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将它加入面粉 面粉倒进去之后 将它全部搅匀拌均匀 令到每一粒鸡丸骨都黏着面粉 鸡丸骨表面黏着面粉之后 煎的时候就会很脆 现在我们烧热锅 放些油 然后直接把鸡丸骨放在锅里煎 每一边煎到金黄色之后 就反转另一边 把鸡丸骨放在锅里煎到金黄色之后 才反转另一边 每边大约煎2分钟时间 用中慢火煎就可以了 现在一边已经煎脆了 接着我们就反转另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鸡丸骨不太平均 所以有些地方煎脆了 有些地方还没煎脆 所以稍后会反转一两次 鸡丸骨每一边才均匀地煎到金黄色 看到已经煎到现在 全部是金黄色就可以拿起了 现在在锅里加少许水 然后把辣酱直接倒入锅里 放入锅里 将它煮沸 因为这种辣酱本身已经够味 所以我就不会再加入盐 但我自己觉得它本身比较辣 所以会加少许糖中和辣味 加入1茶匙糖 然后将生粉水倒入打芡 加完生粉水之后 现在是约10多秒 见到汁开始变成糊状 接着就可以将鸡丸骨倒入 见到现在就差不多了 可以将鸡丸骨倒入 快炒约30秒左右就可以拿起了 否则就会变成糊状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泰式辣酱鸡丸骨 最后可以加少许芝麻在表面 装饰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好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和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 给个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在视频段中 cock中三点多的 超级照片 也可以看 particularly 你在哪儿